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的小聲網新聞節目時段 今節由我去樓山 還有我們的新西蘭義德台仰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讚好我們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另外還有正向煲 加上浪費冷氣 也需要大家的訂閱 點讚 分享 最重要是多點欣賞節目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節回來要講一下這宗新聞 跟我們經常老生常談的一句話很有關的 就叫做釋字頭上一把刀 一把刀 當然是很危險的 色情也是令人輕則破財 重則真的不好提 就像這宗新聞一樣 我想他們到時呈堂的時候 他們那些光彈彈彈的影片 都要拿出來 要被人放出來 這樣嗎 究竟怎樣 到時法庭再處理 我們要討論西九龍總區刑事部的警司鍾Sir 又出來跟大家討論一宗案件 由警方公佈究竟案情是什麼 這宗案件我認為頗為有戲劇性 不知道是不是要抄招 抄招之餘還有些少改良還是怎樣 改良還是怎樣 記住 我們經常看電視劇 當然 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 在Netflix 一套少年法庭裏 其中美美的個案件 是很近似這宗案件 我看到的時候 為什麼要抄招 嚇了一跳還是怎樣 當然當中的過程 跟那部劇有不同 我們說回什麼案件 鍾Sir說 發生在今個月 即是12月6日和13日 在尖沙咀區分別有兩間不同的酒店 他們的房間裡 發生了兩宗 向這些欣客的劫案 可能這麼離奇 我們初一看 會不會以為 那個姐姐 就對這些客人 或者叫做欣客 打劫他們 原來又不是 這個出來工作的女士 原來年紀相當輕 18歲還未到 嘩不是吧 這樣太過分了 是的 即是這麼小的小女孩 竟然做這些傷天害理的事情 不是她下手 向那些欣客拿錢 據說這兩個男子 受到傷害的欣客 真的相當嚴重 分別就是 一個是三十一歲 一個是四十一歲 他們兩個 中了這個圈套 或者中了這次的 色界事件 來龍去脈是怎樣的呢 他們兩個都在一些社交平台裡 跟一個不知名的人 聊天 聊天 就介紹一些服務給他們 有些小妹妹 跟他們這樣 是可以短聚 一般來說 社交媒體 不是IG 就是TG 是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 是很多人在上面賺錢 是很過分的 是 如是者 他們受不住這個引誘 可能看到一些照片 可能看到價錢 價錢收了多少錢 我們待會再說 如是者幫我們鋪橋搭路 就在酒店房間 就說他們跟這些妹妹 進行一些交易活動的時候 忽然間有男有女 就衝進酒店房間 就對這個男事主 這些恩客 就當他們沙包一樣 狂抽 還要叫他們 兩個 立刻幫自己 脫掉衣服 幫你們拍些漂亮的照片 喜歡擺什麼姿勢都可以 拍照片 再幫他們拍完沙龍 拍了一些影片之後 再叫他們兩個 當然分開兩次 即是兩單 都同樣地叫他們交出提款卡 再轉帳到買一些戶口 如是者這兩個事主 分別一個損失了12萬 一個損失了大概8萬 嘩嘩 嘩 金螺 就是這樣做 出來玩 玩到跌了這麼多錢 我覺得抵死了 這麼喜歡出來玩嗎 很可憐 看到這些涉案的16歲的女生 這個就是負責招呼這些男士 你想想 這樣 你亦都要串通這些人 可能有人在客門的時候 出來 出來 誰在這裏 這個16歲的妹妹 就跑去開門 讓他們進來 一湧而上 你又已經是衣衫不整 再叫你剝 也不是很多東西 其實就 可能也不知道 即刻就撲上去 獅子撲到一樣 然後再拍他的照片 拍他的片 拍他的片 然後再叫他撲錢 再嚇他 再給我 要不然立刻和你放上網 你放在哪個群組 你很喜歡說哪個群組 哪個群組 哪個群組 哪個群組都可以 總之要先上網 再不然幫你買了它 立刻扔上文端 你扔爛我的手機也沒用 當這兩個事主去報警 因此 剛才提到 鍾Sir 他們那方面的 重案組和情報組 分頭去行動 發覺應該是 有組織的不法行為 現在就把這群人 破獲 說兩宗案件 都牽涉在同一個犯罪集團 後來鎖定這些犯人 在22日凌晨時 展開拘捕行動 拘捕了大約四男三女 全部都是香港人 年齡介乎16至20歲 聽見都得人害怕 最大的才只有20歲 16至20 真誇張 是否這麼等千世 即是想起這些事情 你是抄襲Netflix少年法庭的方法 還是怎樣 似是 因為劇情太相似 做法也是這樣 似是 但又可以讓他們成功得手 才好 我們先說完 香港今次警方的破案 我們跟著再說 Netflix這套少年法庭裡 他如何說韓國的情況 以及韓國相對兩邊的情況 大家就會明白 香港的警方真是專業很多 如果不是 為何會令到劇情 要出動到法官 或者又要怎樣去查 有這麼多麻煩事 在中間 都是因為他們社會的問題 我們回到香港這件事 十六至二十歲的犯罪集團 包括集團主佬成員 以及十六歲的人 出來幫忙引狼 不知狼是甚麼 這些悉徒老馬的人士 引他們落搭 所有被捕的人士 都要扣留去調查 行動中 也檢獲了一批手提電話 以及一批疑犯犯案時 穿過的衣服 因為他們要去酒店 我想那些小孩電視 都要拍得到他們 而且在警方的調查期間 有一個驚人的發現 發現有被捕人 躲在酒店的房間裡 在沾沙咀的某間酒店 警員到現場時 竟然有酒店職員 疑似向涉案人提供消息 令他們趕快離開這間酒店 幸好警方仍然將這群人 尿壽散 警方便要到這麼多不同地方 拘捕這群人 現在將酒店職員 以協助犯罪 即是這些罪犯 以及罪名拘捕他 以及通水 這個酒店男職員 只有20歲 最大似乎就是他這個 嗯 竟然有人通水 看來都是屢應外合 想起上來都覺得他們都是天衣無縫 不過奈何始終都是敵不過 警方的發眼 一般來說 你酒店裡 就不容許你在這裡做生意 你竟然有人做生意 酒店方面自自然然就知道了 我相信 是不是 出現這些情況 也有警察介入也非常正常 因為一間大酒店 怎可以容許這些人在裡面做生意 才行 不過他們也有夠薄薄的 也有支撥 師傅 在裡面做生意 不僅僅 還要設局 去搞這些 他們所謂的客人 還要成功做到兩筆錢 真的很厲害 其實是不是不只兩筆錢 他們這麼厲害 我覺得還會有受害者 所以 refill 忠sir也是這麼說 忠sir都說 其實以今兩單之外 很明顯似乎是慣犯 希望其他受害人 即大家來試 還有受到傷害 讓你們拍影片 麻煩你們 自己去找相關警務人員 如是者 我們很想知道 這些16歲至20歲 除了酒店之外 有份公路 其他人都沒有工作 要不就已經不讀書 亦有人說 我有顏色背景的什麼歌照 多鬼魚 這些只是說的 照什麼 現在被警察拘捕了 那些歌去哪裡 有沒有照他們 沒有 怎麼能照得到 多鬼魚 用來兇人大人就可以 照毛 你們是釣田雞 其實最可悲的一點就是 我們剛才提到的16歲的少女 叫她主動拋身出來 去面對這些男人 可能又要洗白白 是完成整個過程之後離開 才由其他人士衝進房間 然後屈錢 是這樣的過程 又或者可能進行到尾聲還是怎樣 尾聲 會不會呢 這個就要等警方 或者到時法庭再說更多 我們看到這個點 多可怕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女孩子 16歲這些 書又不讀 因為金錢的隱誘 就令他們致願 記住 是致願參加這些案件 多可怕的 不是吧 不過對這些未成年人士 在我眼中只是小朋友 一次交易的錢也算多 對他們來說 這麼容易就可以賺一大塊錢回來 可能是抵受不住這些誘惑 才停而走險 是不是 台英提到金錢方面 據說他們這個團伙 其實是互相認識的 而其中19歲的主佬 他就招攬了這些妹妹 16歲來做這宗案件 再透過剛才說的社交媒體 這些社交軟件 去招攬客人 亦都幫他們準備了房間 所以說這些女孩子 只要來到那間房間 招呼客人就可以了 記住 收到我們各國各國 這個暗號就很快點開門 讓我們進去 女孩子方面 妹妹可以收到 三千至四千元 而其中一宗案件 根據這些16歲的少女說 分發到另外再給了 五千元的裝款 作為這個暴炒 現在鍾Sir就說 這個集團最少運作了一個月 如果大家類似的 就好報警 記住這些行劫是嚴重罪行 最高最高最盡最盡 是可以到終身監禁 還有你協助這些人 最高刑罰是十年 對於酒店職員通風報信 就是這樣 對於這些年輕人 我們剛才看到 一宗就八萬 一宗就十二萬 十二萬 厲害 對於小女孩 你這樣分成五千元 五千元 只要吃細分 不過五千元 對一個小朋友來說 真的挺多 我們在這段時間 再說一說 韓劇是怎樣 那個橋段也是類似的 找到這些想賺錢的女孩 做一個團火 然後背後操縱 或者做這些勒索 就是男孩 空神惡殺 又紋身 又染到頭鬼五馬六 於是韓國劇 就說這些女孩 約了這些恩客 就去一些類似時鐘酒店的地方 而韓劇他們兩個上去的時候 然後這些 就即時走回去管理 類似是幫你訂房的那些 就問 喂 剛才那個 我的妹妹來的 她跟那個男人上去 多少號房 說 她一看就知道你不是 不是的 說啊快點 然後走到別人的櫃桌 說不說啊 然後是偷摸她還是怎樣 你看到那種效果 做得好像很無法無天 最後都會說 說什麼啊 鑰匙蝦來 多少號 然後上去 然後一腳踢開門 之後就說 這個女孩來的 做什麼 這樣砌她 然後就 哈哈哈哈 然後她的衣服 就脫了出來 然後找她的銀包 嘩 喂 你有老婆 有小孩 拍下 然後那些人會很害怕 嘩 沒有啊 做什麼事 什麼事 不要說那麼多 招呼她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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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那些女孩一起在床上拍攝 一起拍攝 一起拍攝 抱著 抱著 但是那個男的樣子很痛 我不願意笑 笑啊笑啊笑啊 她叫你笑 蓋了她兩巴掌 哈哈 即是已經是豬頭喇叭嘴的 如是這隻 拍完之後就 叫你提供提款機號碼 那些人會立刻按她的錢 還是怎樣怎樣 記住啊 不要爆出去 放下 照片拍完你 怎樣怎樣怎樣 好走 拜拜 那套劇就是這樣的 因為警方不是不查 因為牽涉到一些失蹤少女 可能有些住在少年中心 走了出來 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導致韓國方面的警方 好像很難去查到 有很多牽涉到一些不正當的交易等等 那裡就要搞到少年法庭的法官 當然你說戲劇而已 可能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所以那個制度上的問題都出現了 所以他們查起來是比較麻煩 也叫韓國的社會一種陰暗面 如是這 不知道是否這幫人學了這條方法 甚至乎租一間酒店房 進行這些工作 真是令人害怕 照版煮碗 幾乎一模一樣的做一次 一次成功就有第二次了 而且他能夠保存多少水下 這樣就成功一個八萬 一個十二萬 不知道其他受害者 不見了多少錢 其實你看到他的計劃 是有想過的 這幫人的行為多瘋 他特地租一些香港的四星級酒店 而且浴金方面也不少 相對地來說 四五千 五六千 再加上這個 他們扔出來的成本 即使是妙主一班高消費的客戶 沒錯 這些高消費的客戶 如是者 他們一定是有銀兩 如果你找一些 窮L的賓館 可能他們都沒有錢 讓你賭 賭不了什麼 勵精大賓館當然沒有錢 因為他們單單是賭命的 首先租一間房間 專門給16歲的接生意 而他們在另一間房間 再租來 就馬上最快速度 可以叫做撲上去 哇 真是過分 這幫人度過 他們是很有機心的 是很可怕的 即使你們這些心神 花在證圖身上 我覺得會好很多 你在想怎樣可以叫做最快 撲到這間房間 作一筆 作完一筆 然後就下一個 就下一個 真的可怕 老實說 是啊 很可怕 我相信警方 再調查這幫人 近來的收入來源 和他們的現金 甚至乎是存款 各方面的流動 可能會找得到更多受害人 也不成功 有什麼就爆發出來 跟警方好好合作 希望這些少女 給你心機讀書 就沒有想想這些 遲早都會被警方 抓到人 抓到你 一輩子的前途就沒有了 對 沒錯 這些傢伙都是非常可惡 今世哥就已經學到這麼壞 以後 這麼多日子要過 難以想像 這麼小就學到這麼壞 再大一點之後又怎樣 又壞又大膽 只有二十歲 只有十九歲 二十歲 沒錯 妹妹只有十六歲 真可怕 真可憐 自己的父母都去哪裡 奇怪 鍾Sir也有問 父母真的麻煩你 好好管教一下自己的小孩 沒錯 留意一下他們會不會有些誤導發網 對 看看他們在互聯網 也認識了什麼人 就是這樣 好 我們不如今節暫時聊天 好嗎 多謝大家 也多謝警方 這些案件真的很需要告訴大家 警醒大家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